熱辣辣,有溫度,有態度 沙爹牛麵煲仔上,你吃過沒? 打開煲蓋,沙爹湯在高溫中跳動 野味的湯底就像濃縮了的火鍋精華 這麼吸引 嫩滑的牛肉,以及軟硬色中的即食麵麵條 掛滿極濃、秘製沙爹湯 令味道更加昇華 平常茶餐廳人們最喜歡叫沙爹牛肉麵做早餐 看它夠晚餓 我平常去旅行都最想念沙爹牛肉麵 我跟她說,沙爹牛肉麵除了早餐之外 你拉在這裡 嘩,似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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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這裡最有名的是沙爹牛肉煲仔麵 先嘗嘗一下,味道如何拿捏做得這麼好 你看到麵質還很有彈性 你看到好像很掛醬,很濃 對,很濃稠 但不會完全沒有醬汁 而且最重要是剛出來的效果 很香 我吃到花生醬的味道 而且我一向都不能吃辣 這個沙爹不算很辣,我也適合吃 牛肉有特別用甚麼部位嗎 其實牛腩也可以 因為它本身做到的醬汁這麼香 這麼濃郁的時候 也不需要特別去做一些很漂亮的 安格斯,牛頸隻 你真的要試湯 像湯又不像湯 因為湯是很稀的 它這個很濃郁,很厚 你看到它的效果 依然是保持這麼多的汁水 所以我敢說老闆一定花了很多心思 去研究這個菜式 它好像我平時打火鍋的湯底 敢說的有點像 靜靜地告訴你 老闆跟醬汁廠裡研發了幾個月 特別做了醬汁 最主要一定要沙啤 還有些沙茶 我們還要加些乾蔥、蒜蓉、蝦米 這個煮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加太多水 所以我們會用椰汁去代替 因為椰汁煮的時候 它會收濃 變成好像有些糊的感覺 就會濃郁一點 就不會稀稀稀稀的 如果不加即食麵 可不可以加其他麵代替嗎 其實都可以的 那要看你加什麼 其實你說烏冬 或者是米線都可以 但是要留意 米線本身是比較滑 它掛不到醬汁 配合的效果 反而烏冬的效果也會更好 好了,吃完這個沙啤 讓我回去研究一下 做一個沙啤的什麼菜式 昌哥 我知道今天你要教我們 做這個秘製的沙啤醬 是 我們有備而來 帶了一個瓶子 兩個人真的聰明了很多 要不然你下完這個瓶子 吃完就沒有了 不如這樣吧 今天跟我學做這個沙啤醬 那就一眉旁身了 好 Anson,麻煩你幫我烘一烘芝麻 烘一烘香 好 通常我們用最小的火 烘五、六分鐘 這個就是花生 就要珍珠幫我打開它 其實花生碎 就是增加它的香味 還有口感 蝦米 我們剷乾的水分 你看它很鬆身 這些橙醬就比較適合 有時候剷的時候 剷得太碎了 有些 橙醬 看見嗎 這是什麼 橙醬 我們會一下一下推 一下一下 橙 最主要的 因為蝦米 我們要浸水 如果水分 我們揮發了它 很容易令我們橙醬 會變壞 做過程一定要小心 不可以有生的水 這個時候我們可以倒起 做了蝦米 就可以準備做那個醬 油我們要加多一點 因為我們曬乾蔥蒜蓉 其實主要的香味來源 除了吃到之外 就是油炸過的香味 好 這個時候我們要炸乾蔥蒜蓉 哇 哇 它很有趣 對 因為這個就是它的水分 它越來越少的時候 你看它開始浮上來 對 對 好了 我們現在水分是否少了很多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放蒜蓉 千萬不要炸乾蔥 可以的時候才放 否則就焦了 這個時間 看到嗎 開始轉了色了 轉色已經放了沙爹醬 放了之後 我們要先把它推開 其實沙爹醬裡面 本身有什麼材料 都是這些材料 因為花生醬 麻醬 都有蝦米 但是我覺得 可以再加強這個比例 香味和質感 就是你自己的味道 對 這個手勢是否就是推醬 剷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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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間 我們可以先放蝦米 先放蝦米 一定還有一些水分在裡面 所以我們要早點嘔一下 讓它多餘的水分 出來了 這個時間 我們要加麻醬 花生醬 可以同步處理 又加麻醬 又加花生醬 是 命改很豐富 花生醬 我想問一下 例如我這麼懶惰的人 我用裡面 有一粒粒花生 就不用放這個 是嗎 對的 但香味差很遠 又有新鮮 又有醬 對 大地魚 這個也是你自己做的 這個也是你自己做的 哇 這麼多這些 一盒粉 醬 其實有沒有次序 有 濕的東西 就像我們剛剛炸 乾蔥蒜蓉 蝦米 我們就可以加黃薑粉 和咖啡粉 這個其實就是拿回顏色 讓它沒有那麼啞色 咖啡粉 咖啡粉就是要它的香味 對 現在真的沒什麼泡泡 對 看到現在的泡床開始消散了 花生一樣 這個時候就可以放花生 為什麼要現在放 因為它是乾身的 乾身的東西後落 對 我們就加了辣椒油 棉渣 整個過程 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一個點就是我沒有加味 因為這個是一個沙嗲的醬膽 放在這裡隨時去用也可以 好 這個時間我又加了 剛剛橙香的芝麻 開最小最小的火 勾一下 要勾多久 15分鐘左右 那作用是讓它的材料 對 兩串 所有東西都混和了 完全的水分揮發了 這樣就可以了 哇 很香 哇 現在看到狀態好像很液體 我們多放一會兒 等它凍起來 然後收起來 就會變成一片片的醬 即是硬生的 對 沙嗲我們就剷好了 現在我們做個沙嗲牛肉 炒龍芥蘭 為什麼它是龍 因為我剷到它起了花 整條這樣 一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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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漂亮 在這邊 對 那這個最重要就是我們落刀 斜度和深度全部都要一樣 重點就是我們切完之後 我們一定要放到冰那裡 冰水 那個溫度夠 它才會起到花 那你看那些紋 全部都是很一致的 大家都是去到那個位 那個闊度和深度都要一樣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要落冰了 冰呢 就有效令它快速冷凍 那它就會扭在一起 那這個時候我們要浸一浸 那個芥蘭浸 我們就做個牛 哇 這塊牛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這個呢 就是有CAB形成的美角肉眼 醜過沙嗲芥蘭 也要用這麼漂亮的眼睛 當然 做事要做到100分 看到嗎 現在的紋路是這樣走的 紋路這樣走 我們就不可以這樣切 我們就要這樣切 為什麼 因為逆紋效果呢 吃出來的牛就不會硬 看就吃好一點 我喜歡你對這個材料的執著 是嗎 這個肉就不用怎樣醃的 因為我們本身的沙嗲 有些底味的 嗯 好了 芥蘭呢我們浸完冰水 這樣它就會開花了 哇 群龍嫩舞 真的好漂亮 那我們隔水之後呢 我們就要生炒 嗯 炒芥蘭呢必須要有薑 爆一下薑先 我們就放下去炒 那只薑呢就不夠的 我需要少許水了 水 水 生炒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還要加少許酒 哇 哇 很香 對,加少許酒 好 芥蘭其實下的糖呢 其實有些不同的 偏糖 因為它的味道呢 濃度會高些 還有它炒完呢 它可以融合在芥蘭的表面 嗯 吃下去呢 可以辨到那個青味 嗯 還有那個甜味 油長知識 好,炒到軟身呢 它會透透的 嗯 就是告訴你熟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倒起了 其實剛剛牛肉呢 你看到我都沒有醃過的 漂亮就不用醃了吧 對 對,還有我們調醬 調味道濃一點就可以了 哇 哇 那我們不用煎到它 全部熟了乾了 嗯 我們攪一攪它 連醬汁一起煨一煨 這樣牛肉就會滑 嗯 這個時候呢 我們看到一邊塞了 我們反過來 再拿兩下 如果有些人吃牛呢 譬如炒豬肉片 可以 可以 那豬肉片呢 我建議就可能要用豬頸肉 因為你煨肉呢 它那個纖維很實的 那些纖維出來已經很粗的 本身 都用爽口的東西 那醬呢 要它怎樣鮮香呢 再下去爆一爆它 哇 比起剛才煮完 它真的結了很多 是 因為它收了 就輕輕地推推 那我們就可以下水了 哇 哇 那種香味 對 完全跟我們那天吃的那間鷹味一樣 對 那我們少許魚露 為何要用魚露 對 魚露是甚麼作用 魚露呢 其實它的滲透力強 而且會有一種鮮味 沙爹就最重要有糖 好 這個時間就可以用我們剛剛煎完的牛肉 放在一起 哇 哇 哇 如果加少了老抽 顏色就會更好 好 顏色就要加老抽 嗎 它出來會有一點點金黃金黃 但牛肉呢 你看現在我的汁剛剛好 就不需要埋生粉了 嗯 嗯 好嫩喔 是 鹹哥的醬呢 還有就是這樣開的醬是兩回事的 是香很多 就是昇華了的境界 是 沙爹醬 而且沙爹和牛肉是很配的 那個芥蘭 完全沒有苦澀味 還很爽脆 但是因為這個生炒做到這個效果 嗯 片頭一起炒呢 最主要就是 表面那頭好像有少許糖融和下去 嗯 這個沙爹真的很適合煮即食麵 是啊 那現在早餐就搞定了 那Anson 可不可以做些香口的東西給我試一下 沒問題 我吃飽就做給你吃 想要享受淡淡肉的快感 就當然要吃炸腿了 一口咬下去 炸到金黃色的外皮脆薄薄 脆皮下的雞肉 噴出肉汁 兩種不同的口感在口腔裡面融合 令人忍不住大口大口咬下去 香口贏 我相信沒有人會不喜歡吃的 炸雞腿配薯條簡直是一流 那就對了 那我要介紹一間做炸雞腿很出色的店舖 是不是就是這間 沒錯 要兩隻 兩隻炸雞腿 比我的臉大 當然 當然 我當然沒有介紹過 這隻雞腿有500克重 這隻雞腿有500克重 或者這麼聚手 你看到它雖然大隻 但它的醬汁都流出來了 很汁的感覺 我發現它的鹹蛋黃醬 不是醬那麼簡單 還有一粒粒皮沙 是不是很重的鹹蛋黃味 不是啊 不過又不會太鹹腸了雞腿的味道 我這個就是原味 有點焦艷的風味 以香口為主 但又不會太辣的味道 搶了雞腿的味道 最出色的是 因為它灑到炸雞腿的表面 它很脆 所以很香厚 加上雞腿裡面的汁 漏出來的味道 很適合 醃的時候有沒有什麼秘訣呢 通常醃的雞腿最好就是水淹 就是我們會用西芹、洋蔥、甘筍 給鮮露、生抽做一個調味 去泡住它 一個液態去醃的時候 我們炸就可以保存到水分 而一隻500克的雞腿為泥 炸的時間 一定比我們平時炸得更加久 怎樣保持到還太嫩滑呢 這個其實我就偷了絲了 老闆就用200度的高溫 先炸了分來兩分鐘 鎖住肉汁 然後轉低溫去泡它45分鐘 45分鐘 對 你可能會想 低溫滲了會不會很油 逼快點油 它原來拉鍋再高溫 炸兩至三分鐘 逼油出來 雞腿很漂亮 但你吃完了 不如我們回廠看看Anson 怎樣做雞腿 好 Anson 我平時就喜歡吃些香口的東西 好像炸雞腿一樣 不過在家裡每次炸東西 都要整盤油很浪費 是啊 那到底有什麼方法 可以不用那麼浪費呢 今天我分享這個食譜 就是希望盡量做到皮脆 但裡面是嫩滑的 所以我今天會用我慢煮棒來 慢煮完就可以半煎炸皮 希望做到好似炸雞的效果 好 我們買冰鮮雞 又不用很漂亮的新鮮雞 噴一噴它也要多一點皮 我覺得多一點皮好吃 那去到這個位置 刮開它 那你看到這裡 是經常有肉 那盡量不要浪費了 他通常有沒有說 這些雞多大隻都適合一些 這些雞腿呢 其實大小也沒所謂 只不過大一點 可能浸泡的時候 就會長一點 長一點 如果這個鮮 我就覺得半個小時就OK 那一來入味一點 二來可以快點熟 我會貼著骨 刮一刮下去 有些本身的雞腿不是太大 但有些人想嘗試 效果好一點 就會在頭部的位置 刮一刮它 攪拌大一點 看它的感覺就會很大塊 因為我們上次吃的 是很大塊的 是 因為那隻雞 真的大隻雞 通常西餐醃餐 和港式炸雞腿 都會用到雜菜 都是甘筍、洋蔥、西筋 是 儘量切薄一點 我相信它的味道比較出色 我們只用皮 這個我用上雪櫃做其他菜 都還可以 希望做到不要浪費的肝感覺 我會釋出它的香味 用它大力掀它 真的要大力掀它 如果就這樣醃 很平凡 你釋出它的香味 所以是渣渣的 掀完之後 那些香味是湧出來的 是呀 然後我準備了200ml的暖水 這裡有8克的鹽 因為我覺得暖水可以用 鹽快一點 每一九個 拌勻它 倒進水裡 然後就可以把雞肉放進去 醃了 我看不用太多水 不需要 因為今天是用倒鮮袋 和抽筋箱的方法 所以水在裡面已經吸收了 拌勻它 拌勻它 一隻一個袋 好 我們一隻 不用放水進去 其實是要的 每人一半菜 有沒有醃多久 我覺得這份量的雞腿 最好四個小時滑以上 我會倒在水裡 一人一半 其實慢煮的過程 會不會都在醃它 會 如果沒有真空檔 我會用水來取代它 首要是把這裡 是 封了一半 OK 這樣就可以慢慢 由上至下 這裡開始 它空氣出來 你用水來壓它 空氣就會出來了 最後就封了這個洞 其實抽筋箱也有個好處 是 我們入味的時間 會濃縮 對 壓下去 基本上就快很多 等於你剛才說 為何水落那麼少 因為 那麼少水也能做到 我想浸的效果 是 雞就醃緊 我現在會準備泡菜醬 首先要留泡菜 這些水是絕對不怕的 否則有時候怕它不動 乾了頭 乾了頭會不停滑 那就不好 要留茄汁 原來是泡菜加茄汁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只用泡菜 太腸了 這個攪出來會很水 所以我放一些麵包糠 即是普通買的麵包糠可以了 現成可以了 如果泡菜好吃 基本上什麼也不需要加 每個牌子的泡菜都不同 怎樣都要試一試味 它好像包著韓式泡菜 攪成的餡 這次的泡菜買得到 這個醬其實在餐廳 可以點一些比較肥膩的豬 的部位 例如豬腩肉 用這個醬也很好吃 我們等了四個小時 這隻雞就可以浸了 我首先就預計了72多 放下去了 好 怕它到處走 我們有一個衣夾夾 一夾去 是 麻煩昌哥 這個我靠你了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步驟了 好 今天反正都吃雞腿了 我們準備賣個薯角 這個 好適合 還沒旋風薯角 這個很方便 就這樣入鍋爐 180度 8分鐘 這個雞呢 浸了72度 30分鐘 其實基本上已經熟了 只煎一塊皮就可以了 麻煩昌哥 給你熟一熟 我怕會彈到我們 很光滑 是 其實這個方法有些類似浸海南雞 如果加海南雞的香料 其實我覺得已經是一個海南雞 簡易斑 不過 碰到一塊皮 蘸了一些粉 會脆一點 粟粉 一個就是普通麵粉 它們是否一比一的比例 是 珍珠幫我下油 剛剛平面是滿的就可以了 OK 好 這個就把粟粉和麵粉混合了 只要鹽皮那邊 你看到肉已經熟了 是 熟了 很汁 希望外脆內軟 為什麼我看到有些人炸粉 是加雞蛋的 那個真的是炸雞腿 港式炸雞腿 就是麵粉 雞蛋雜菜 攪拌一下 醃一下一晚炸 就是我們經常吃的 港式炸雞腿 我今次希望用自己的方法 做到有一點點的效果 我就這樣做 油溫差不多了 慢慢炸 因為如果太快 那些雜菜 釋出的糖粉 都會令皮很快上色 所以我都要中火慢慢炸 你看 好 現在這個狀態 千萬不要關燥火 一關燥火 一關燥火 就把油吸收起來 油那麼大 就把那邊 煎多一分鐘就完成了 是否跟平時 炸東西之後 要再把它放在高溫上 炸一次的原理一樣 如果你調慢火 你會把油吸收到肉 就很肥膩 這樣就油那麼大 但就吃出它的香味 很簡單 嘩 吃雞皮筋要整隻大口大蛋 好一點吃的 大家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好 來吧 1 2 3 嘩 很脆 都是做到炸雞腿的口感 嗯 而且肉很滑 嗯 超嫩 其實它比平時炸雞腿更滑 對 我只是想做到裡面 有一點juicy的感覺 而且平時吃炸雞腿 整隻油膩 吃幾口就開始覺得太多了 這個根本不會 這個雞腿配了這個泡菜汁 整個好像升級了 有一點辣 但又有一點會甜 嗯 真的很搭配 這個醬 嗯 這個醬 就算搭配這個辣味薯果 我也覺得很好吃 今天就是謝謝Anson 和Tremper 你們教我做東西吃 很期待下一集 你又教我做些什麼呢 做什麼都不要緊 最重要大家學得懂 一味旁生 世界通行 我也是 你不願意 有毛錢 你不願意 你不願意 你不願意